了解希望寝门运动呢 是一个特别比较复杂的问题 至少要了解两个方面 一个是这个黑死病 就是当时爆发了一个很大的瘟疫 黑死病 人类一旦爆发了大的瘟疫 就会让人类对于现在的世界 表示深深的怀疑 因为周边的所有亲人都死光了 然后呢自己感到很绝望 然后呢 以前幸福美满 生活突然间一夜觉得很可疑了 比如说你现在要是突然间 国家这个爆发一场大瘟疫 你身边朋友呢 死了四五个人 然后呢你原本呢 每天过得很好 朝九晚五上班 现在发现没版可散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你连出门都不敢出去了 瘟疫会传播 在这种情况下你生无可恋了 互相迷茫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能怎么做呢 你就开始思考人生了 开始思考生已死的问题了 然后呢就有了这个所谓的 启门的运动 这是第一点 就是瘟疫带来的对人的这种 就是本来人是正常情况是被动思考的 这一大瘟疫降临了 他就变成主动思考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罗马教廷 罗马教廷呢 他基本上在他这个在欧洲立足的过程中啊 经过了一千多年的经营和积累啊 他产生了大量的就拥有了 就是虽然大家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也没有普及到民众里面啊 但是呢罗马教廷几乎保留了整个欧洲 自中西纪以来的所有的科技啊文献啊 诸如此类的一大堆东西啊 藏在了他们教廷里头啊 那么在这种关键的情况之下呢 大家竟然怀疑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呢就会重新去寻找文献 看看有没有治理瘟疫的办法 看看有没有改变现在世界的办法 力图找到重新跟整个世界达成这个 因为大家已经不想再死人了 就这样子 所以呢 很多的古代科技啊文化啊 就重新被发现了 就迎来了这个人文的大曙光 就两个作用都是不可偏会的啊 不要总是把这个罗马教廷视为这个 蒙昧啊 非常无耻的呀 一个压制进步的一个政治团体 那都是我们政治历史教科书 对于罗马教廷的这个简单化啊 整个罗马的历史上啊 就是有大概有四五次的大的比较变化 他们历史上有非常一名神武的统治者 也有比较崩溃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他们从来就没有保持一个面目过 他们有特别进步的时候 他们也有特别保守的时候啊 这是这种呢 在漫长的一千多年的这个罗马教廷的发展史上啊 是很正常的哦 不要一概而论 认为一提到罗马教廷就认为他在整个古代啊 就是在压制这个进步的科技 不是这样子啊 他们甚至是赞助资助了大量的这个创新活动 科技创新啊 文化创新啊 他们是罗马教廷有钱嘛 是财力丰厚嘛 所以他们也支撑得起这个这类的活动啊 像我们所所所属的比较出名的 现在我们知道比较出名的这些比较大的科学家 都跟罗马教廷打过交道啊 就是比如说达芬奇啊 比如啊 都跟罗马教廷是打过交道的啊 谢谢大家